水杯边缘发霉 保温杯杯底积满茶垢 你有多久没洗办公桌上的杯子 一是提醒 有水的地方就容易滋生细菌 最常见的就是长腹着于马桶的大肠杆菌 如果还喝进肚子里 当然就会生病 环境中有一些微生物 一些续菌 像金黄色泡囚禁大肠杆菌 它可能就会污染 污染到我们保温杯的话 如果我们不小心把它喝下肚 就可能会有食物中毒 急性肠胃园的风险 恶心 嘔吐 肚子痛 甚至严重会腹泻发烧都会 不想把细菌喝下肚怎么洗很重要 因为细菌会在外围长出生物膜保护自己 如果只是单纯用水冲 根本无法洗干净 刷子搭配洗碗筋 是不少人会想到的方法 还有一种好物 连刷都不用刷 将小苏打粉倒进清水 等待化学反应 也是把杯子洗干净的方法 另外如果是有环保吸管的杯子 吸管容易流有口水或口红印 日常清洁就更重要 洗杯子是门大学问 别在成为水男孩和水姑娘之前 并从口入喝出一堆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新月